我们在最近在香港 这个整个这个香港大部分的样本 都是在我们的中山公园的实验室完成的 这个契模实验室也是短时间内就搭建成了 这个是为这个香港最近这个抗疫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我们认为对于这种全球性的突发性的疫情 我们建立起来的这个火眼实验室 也许是未来我们思考 我们认为未来这个应付这样的全球下一波疫情的 一个非常关键的这个基础 我们认为传统的临床实验室呢 关注的还是小规模这个小规模的高精度的这个检测 而这个全球的这种疫情爆发的情况下 它需要的不仅仅是这个高通量 还需要说在很多国家和地区 能够快速的能够搭建起来 能够这个使用起来